在战国历史上,魏国应该是最可惜的一个国家,因为在战国初期的时候,魏国曾经一度率先进行变法,然后国力大幅领先其他国家。 甚至有人说,战国初期其实就是魏国的时代。 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颇,但是绝对不算太过分,因为战国初期的魏国确实是太强了。 当时的魏国可以同时对周围多个大国开战,5万魏国新兵能把50万秦国精锐打到崩溃。 秦主两大强国联合最多也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家灭过。 战国初期的魏国就是这么猛,但是到了战国中期的时候,魏国却开始迅速衰落,面对秦国的崛起,魏国一点办法都没有,后期更是基本沦为配角。 那么,昔日无比强大的魏国为何会在战国中期的时候突然就衰落了呢? 魏国最强大的时候为何没能直接灭了秦国或者其他强国,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呢? 历史上真实的魏国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呢? 这事儿还得从魏国的祖上开始说起。 魏国的祖上其实也是妥妥的顶级贵族。 据说,魏国王室的先祖是当年那位周文王的儿子。 周文王有很多儿子,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。 而在这些儿子当中,狄刺子激发,后来继承了王位,成了那位灭伤的周武王。 第四个儿子鸡蛋,成为了那位会解梦的周公。 而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鸡膏,就是魏国王族的先祖。 既然是周文王的儿子,那周朝开国之后自然应该就成为一方诸侯,拥有一个国家了。 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。 周朝开国之后,季高被分到了陕西咸阳周围,建立一个叫毕国的国家。 如果这个毕国能够一直坚持下去,说不定后来就没有秦国什么事情了。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,咸阳是后来秦国的独城,而毕国的地盘其实就在秦国最核心的首都地图。 但可惜的是,后来到了西周末期的时候,西边的犬戎崛起,把毕国给灭了。 也正是因为毕国被消灭,周王室在西边失去了屏障。 所以后来,到了西周末年的时候,劝荣可以长驱植入,一口气打到西周首都告经,最后灭了西周,干掉了周幽王。 如果毕国还在的话,劝荣想要打告经,估计还得先过毕国这一关。 因为毕国灭了,所以从西周末期开始,周文王第15个儿子家的这一脉就彻底衰落了,很多人都直接沦为平民,最后消失了。 直到过了一百多年之后,毕国王族后裔当中出了一个叫毕万的人,这个毕万扛起了他们家复兴的大吉。 虽然是毕国的王国后裔,但毕万本人还是挺有才的。 再加上,姬家子孙的这块招牌,毕万长大之后去各国找工作还是挺容易的。 所以后来,毕万就去了晋国求职。 当时在中原各国当中,最强的其实并不是晋国,而是齐国。 因为毕万求职的时候,正好赶上齐桓公称霸那段时间。 所以,如果换作一般人的话,想要奔一个好前程,自然要去齐国。 再加上,当时齐桓公求贤若渴,毕万本人也确实有才。 不管怎么看,毕万都应该去齐国才对。 但毕万恰恰去了晋国,毕万选择晋国原因其实是有多方面的。 首先,晋国的国君也姓姬,初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儿子。 既然同为姬家子孙,那毕万去晋国自然更有可能得到重用。 相比之下,齐国是姜子牙的后人,齐桓公可不姓姬。 其次,当时晋国内部的局面比较奇葩,简单来说,当时晋国正是晋献公在位。 这个晋献公就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他爹。 在晋文公的时代之前,晋国的公族内部大概内战了七十多年。 所以,到了晋献公这个时代之后,晋献公直接自灭满门。 如果去其他国家,其他国家都比较稳定,就算有重要职务,国君也得先安排自己家的人。 但是晋国不一样,因为当时晋国的公族几乎被晋献公自己杀绝了, 所以晋国内部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 再加上,毕万也是姬家子孙,去晋国,职场上升的空间或许更大一些。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毕万才去了晋国,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,毕万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到了晋国之后没过多久,毕万就得到了重用, 并且在晋献公对外扩张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大功。 所以后来,晋献公直接把魏帝给了毕万,让毕万在这里建立家族。 这就是魏家和魏国名字里这个魏字的来源。 有了这块家族驻地之后,没过多久,晋国就再次开始动荡。 简单来说,当时晋献公把自己家族杀光了之后,又开始对付自己的儿子。 最后,晋献公的两个儿子不得不逃离晋国,流亡他国。 在此期间,毕万有个儿子叫做毕丘,或者叫他魏丘,跟着其中的一位公子一起去流放了。 十多年之后,经过很多世事动荡,这位公子回国上位了,这就是晋文公。 晋文公上位之后对于那些昔日追学自己吃了不少苦的铁粉,自然要重用一下。 而且,在他爹掌权的时候,他爹自灭满门,导致晋文公又没有自己家人可以用。 而且,在对自己家人的态度上,晋文公其实和他爹差不多,都觉得自己家人掌权容易引起国家内乱。 所以,自从晋文公开始,这些追随晋文公一起流亡的大臣,就开始纷纷得到重用,并且建立自己的家族。 此后的两百多年里,11个顶级式大夫家族开始逐渐成型,并且把持晋国的高层大权。 然后,这些大家族开始内斗,先是单纯的朝堂政治斗争, 后来又演变成了直接正面开战。 经过一番死斗之后,最终,智、韩、赵魏三家走到了最后的决赛。 在决赛当中,智家开局最强,所以就联合韩魏两家打算先灭了赵家。 但是双方开战之后,智家联合韩魏两家,为了赵家好长一段时间,依然没能打下赵家。 就在这个时候,赵家找到韩魏两家,和这两家谈条件。 韩魏两家也不少知道纯王齿寒的道理。 他们很清楚,一旦智家灭了赵家,那接下来,智家一定会对韩魏两家下手。 所以最后,韩魏两家直接被刺了智家,和赵家联手直接灭了智家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阳之战。 晋阳之战结束之后,整个晋国的所有大卷,基本上都已经被韩赵魏三家刮分了。 而三家之间,这时候也发现,他们谁都奈何不了对方。 因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,如果贸然开战,只会被另外两家联手针对自己给自己找事。 所以后来,三家商量了一下之后,干脆直接决定联手刮分了晋国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计。 打晋阳之战的时候,魏家内部的家主名叫魏桓子,从B万到魏桓子,魏家历经九魏家主, 两百多年的奋斗之后,终于走到了瓜分晋国的这一步。 这其中,魏家需要付出多少努力,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而晋阳之战结束之后,接下来的十年里,魏桓子继续带领魏家,瓜分晋国剩余的土地。 十年之后,魏桓子去世了,因为魏桓子去世的时候,他的长子已经先踏一步, 提前去世后,所以魏桓子去世之后,直接由他的孙子接班。 魏桓子的孙子名叫魏斯,相比他的名字,大家其实更熟悉他在历史上的那个嗜好,魏文侯。 在魏国的历史上,魏文侯不但是开国国军,同时也是魏国最重要的一个国军。 魏斯掌权之后,继续瓜分晋国。 此后,晋国被彻底瓜分殆尽。 到了这个时候,魏家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士大夫家族,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诸侯国了。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当时的魏家,或者说三晋,还没有得到周王室的册封。 当然,就算没有周王室的册封,魏家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形式存在,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。 当时周王室已经彻底衰落了,就算对三家分晋这种行为很不满,也已经是无可奈何。 所以,这时候的魏文侯就不能再以一个家族的眼光来继续发展魏家,而是要以一个诸侯国国君的层次来让魏家变得更加强大。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,如果只是一个家族,想要让魏家变得强大,最好的办法就是瓜分晋国更多的土地和人口。 但是到了魏文侯掌权的时候,晋国已经被瓜分干净了,所以在之后的魏国就只能以国家的形式发展了。 这里面其实有本质上的区别,能够先看清这一点,其实就已经难能可贵了。 至少和韩赵两家相比,魏文侯要更早看清楚这一点。 所以在魏家瓜分了晋国之后,魏文侯第一时间重用李亏,全权负责整个魏家领地内的事物,对内寻求突破。 刚刚瓜分了晋国的魏家,同志核心就在今天的山西运城地区,地盘则是主要在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。 这样的魏家地盘和一般的诸侯国相比,或许还算挺大的,但是和秦国、楚国、齐国、越国这种大国相比,那就真的不够看了。 最关键的是,魏家控制的这块区域属于四站之地,北边是赵家,东边是寒家,西边是秦国。 南边当时的情况则相对复杂,正处于秦国、楚国和正国相互争夺的状态,其他势力之间犬崖交错,情况极为复杂。 这样一个开局对于魏国来说绝对算不上好。 如果放到一些当代的网络小说当中,此时的魏文侯最应该做的就是率领魏家,大幅度对外扩张。 先打服韩兆两家,恢复昔日的晋国疆土,然后再西征秦国,南平楚国,最后一统天下。 这样做当然看起来很爽,但要是拿到证实上,如果魏文侯真敢这么做,从他决定开始扩张那一刻开始,魏家就等着被灭吧。 且不说当时的秦楚之类的大国,魏家能不能打得过,就算是韩兆两家,也绝对不是什么好相遇的。 只要他们看到魏家衰落,绝对会在第一时间灭了魏家,然后瓜分了魏家的地盘。 所以,魏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先对内寻求突破。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,魏家或者是魏国首先进行变法了。 魏国变法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很复杂。 简单来说,三家分镜恰好处于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间点, 这个时间点就是冶铁技术的成熟。 在此之前,青铜器是大家的主要工具,但是冶铁技术成熟之后, 铁器开始逐渐取代青铜器了。 虽然只是生产工具和武器变得更强了一些, 但这个变化却导致以往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逐渐崩溃了。 在这种时候,对以往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, 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 这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真相。 当时能看到这一点的,其实并不是魏文侯一个人, 但问题是,想要真正完成变法却很困难。 第一,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进行过变法, 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进行变法,都没有可以参考的例子, 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。 第二,越是那些传统大国国力越强,就越不容易进行变法, 因为这些国家太强,内部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也太强了, 只要变法,就势必要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 所以越是强大古老的国家,变法就越难。 相对来说,韩赵魏三家作为新的国家, 变法的阻力反倒是弱一些, 因为三家都刚刚瓜分进国,内部既得利益者没那么多, 所以变法相对容易一些。 而魏家开始变法之后,名相李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。 在李亏的主导之下,魏国进行一系列改革, 废除传统的贵族权利世袭制度,重视能业生产, 确立名文法典。 经过李亏这样的变法之后, 魏国开始迅速从传统的奴隶制社会体系, 逐渐向封建制社会体系转型了。 虽然从现代角度来看, 封建社会体系也很落后, 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 如果说在魏国的土地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, 奴隶制社会体系能够发挥出的国力唯一, 那么封建制社会体系发挥出的国力可能就是五, 甚至更多。 如此一来,只占原本晋国土地三分之一的魏国, 整体国力却有可能比当年完成的晋国更高了。 就这样,在魏文侯掌权二十多年之后, 魏家内部逐渐完成了变法, 完成变法之后的魏家实力暴增, 所以这个时候李逵就建议魏文侯可以开始对外扩张了。 而如果要对外扩张的话, 向哪个方向扩张, 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。 四面开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, 最好的方法就是挑选一个方向全力进攻。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之后, 最终当时的魏家高层选择把西方的秦国作为突破口。 在这个计划当中, 魏国可以团结韩兆两家, 确保自己的北方和东方没有压力。 至于南方, 因为当时秦、楚、郑等几个国家都在争夺这块地盘, 暂时也不用去管, 压力比较低。 这样一来, 魏国就等于是可以集中所有力量, 全力对付秦国了。 以魏国地处四战之地的位置, 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实在是很不容易了。 所以, 在此之后, 魏国就开始专心向西方发展。 决定向西发展后, 魏国一方面在前线出城, 尽量争取以手代工, 每次打下一部分地盘, 就能快速对当地形成有效的统治。 另一方面, 魏国也在积极训练新式军队, 强化魏国的军事力量。 所以,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, 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, 这个人就是吴奇。 如果说魏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理亏进行改革的, 那魏国的军事体系就是吴奇一手打造的。 吴奇上位之后开始利用魏国的制度优势, 训练出一支高强度的常备军队。 在吴奇这次改革之前, 春秋时代的绝大多数国家, 打仗基本上就只讲究人多是众。 一旦打仗, 恨不得把全国的适龄男性都被召集起来, 据前线打仗, 但是吴奇却反其道而行之。 吴奇大幅提高士兵的素质要求, 同时花大量的钱在武器装备方面。 经过吴奇的训练之后, 很快魏国的军队就开始脱胎换骨了, 而这个被吴奇训练出来的军队, 就是赫赫有名的魏武族。 有了强大的军队, 国内的制度又比较先进, 而且还能集中力量对一个方向开战。 接下来, 魏国对秦国动手之后, 想不赢都不可能了。 此后的几年里, 的进攻之下, 秦国逐渐丢掉了整个河西地区。 占领河西之地这对魏国来说,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。 从领土上来看, 河西之地和魏国本土相比, 也不遑多让, 占领了河西地区之后, 魏国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, 在粮食安全方面彻底无忧了。 此后, 魏文侯又以河西之地为核心, 大力招揽各国的学者, 开启了战国时代的仰视之风。 而这些来到河西地区讲学的学者, 后来就形成著名的西河学派。 西河学派成行之后, 一时之间, 魏国就成了列国中的文化中心。 至此, 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逐渐成行了。 此后, 魏国又对齐国、 中山国、 楚国等国家开战, 基本上是美战必胜。 后来到了公元前403年, 魏文侯拉着韩赵两家的家主, 带着军队跑到周王室的地盘, 逼迫周天子正式册封他们为诸侯。 直到这一年, 魏国的历史才算是真正开始。 魏国开国之后, 大概又过了八年时间, 魏文侯最终病逝。 这位魏国的开国国君掌权长达50年的时间, 他不但让魏国彻底成了一个诸侯国, 同时也奠定了魏国的霸主基业。 但是, 魏文侯去世之后, 接下来到了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之后, 魏国却开始逐渐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。 魏武侯即位之后, 选择继续团结三晋联盟, 然后和其他所有强国开战。 在魏国的强势出击之下, 后来, 齐国、 楚国、 秦国等传统强国被迫逐渐联首, 共同对抗三晋联盟。 所以, 魏武侯在位的二十多年里, 魏国虽然多次对外开战, 并且多次重创其他几个强国。 尤其是在魏武侯即位七年之后, 魏国和秦国为了争夺河西地区, 爆发了一场阴境之战。 在这场大战当中, 武器率领五万魏武族新兵, 正面击溃了五十万秦军。 这是魏国一百多年历史当中最耀眼的一刻, 但同时, 巅峰之后便是衰落。 作为魏国的第二位君主, 魏武侯在战术上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, 他每一次开战都是为了魏国的利益, 但是, 从战略角度出发, 魏武侯却大错特错。 后世普遍认为, 魏国当时不应该为了所谓的争霸四面开战, 而是应该专心掀灭了秦国。 一旦秦国被灭, 魏国以后就可以趁势占领关中和巴蜀之地。 一旦这个局面成形了, 那后来魏国统一天下, 基本上就成了定数。 可惜, 在战国初期那个时代, 大家还没有统一天下的概念, 绝大多数诸侯国王还是以争霸为目的, 希望成为所谓的霸主。 所以, 魏武侯掌群十多年之后, 魏国虽然四处开战, 重创了其他几大强国, 地盘也确实扩张了不少, 但问题是, 其他国家却开始联手针对魏国。 尤其是魏武侯即位十四年之后, 魏国为了自己的普通国魏国, 和赵国彻底撕破了脸, 这件事的发生标志着三晋联盟彻底瓦解。 三晋联盟劳不可破的时候, 魏国至少不用顾忌北方和东方的敌人, 但是, 三晋联盟破了之后, 魏国就真的是四面树敌的状态了。 除此之外, 在诱人方面, 魏武侯也犯了一个大错误, 大概就在殷晋之战结束后不久, 因为吴起的功劳实在太大, 导致魏武侯开始猜疑他, 最终导致吴起不得不出走魏国, 前往楚国做官。 吴起的离开对魏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, 自此之后, 魏国一直到灭亡, 都再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这种级别的名将。 更重要的是, 吴起的离开把魏国的先进制度带到了楚国。 吴起去了楚国之后, 很快就开始帮楚国变法, 经过吴起的变法之后, 楚国在短短数年之内国力飙升, 尤其是在军队方面, 更是患然一新。 吴起到来之前, 楚国对抗魏国, 基本上只能靠人海战术, 同等规模的军队, 基本上是必败无疑。 但是, 吴起变法之后, 楚国开始能够和魏国正面硬钢了。 如此, 魏武侯在位二十多年之后去世, 接下来他的儿子魏惠王即位了。 魏惠王即位的时候, 虽然名义上继承了一个霸主级的魏国, 但这时的魏国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 更要命的是, 魏惠王即位之后, 丝毫没意识到他爹做错了, 反倒是继续沿着他爹的路线走。 与此同时, 有了之前楚国的成功经验之后, 所有国家都意识到, 变法才是强国的关键。 大家都开始明白, 想要变强, 只要照抄魏国的制度就可以了。 所以, 魏惠王即位之后, 极大强国开始疯狂从魏国挖人, 并且开始逐渐进行变法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 魏惠王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用于失误, 他放跑了一个关键人物, 这个人就是商鞅。 商鞅最开始其实是在魏国做官, 但是魏惠王却没能重用他。 而当商鞅提出想要此外离开魏国的时候, 魏惠王的丞相公输挫, 都已经直接提醒了魏惠王, 让魏惠王对商鞅能用则用, 不能用就杀, 但是魏惠王却根本没往心里去。 然后商鞅就去了秦国, 帮秦国彻底完成了变法。 就在商鞅进行变法的同时, 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, 齐国进行了邹际变法, 其他强国完成变法之后, 魏国在制度上就彻底没了优势。 所以接下来, 齐国和秦国开始同时从东西两面夹击魏国, 南方的楚国也在不断找机会, 试探进攻, 企图坐收羽翁之力。 在这种局面下, 魏惠王重用了出身鬼谷学派的名将庞娟。 客观来说, 庞娟其实是很有本事的一位名将, 单从指挥才能来看, 哪怕是在名将名级的战国时代, 也绝对能排到秦时。 但问题是, 魏国的这种大环境, 让他发挥自己才能的时候, 难免会束手束脚。 再强大的名将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, 才能发挥出自己所有的实力。 所以,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, 魏国在桂林之战和马林之战当中, 两次败给了齐国, 而且, 两次失败都是因为庞娟带着主力去打其他国家, 然后, 齐国趁势偷袭魏国老巢, 庞娟不得不迅速回时救援, 最后被人家在半路上埋伏击败。 像这种唯卫救赵的计则, 其实并不是真的无解, 只要魏国不四处开战, 专打一个方向, 兵力就会比较充足。 如此一来, 在庞娟率领主力进攻他国的时候, 魏国本土也会有足够的防御力量, 齐国的孙并就算进攻魏国首都大梁, 短时间内也无可奈何, 庞娟根本就无需回远。 说到底, 还是魏国的大方向错了, 四处开战, 所以导致魏国四面受敌, 兵力捉襟见踵。 这两场大战打完之后, 魏国魏武族的老底子瞬间就被打光了, 这对魏国来说则是更加致命的, 要知道, 魏武族是无企一手缔造的, 如今魏国已经没有了无企这样的大菜, 连旁娟都战死了。 再加上, 秦国当时趁势进攻, 夺回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, 魏国几个重要的资源点和产粮地, 也都被夺走了。 这就导致魏国的经济状况, 雪上加霜, 没有钱, 没有名将, 想要重建强大的魏武族,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 所以, 从魏惠王在位后期开始, 魏国的军事实力暴跌, 同时开始恢复以往的军事制度, 继续玩落后的人海战术了。 魏惠王总继在位50年, 到了他在位后期的时候, 因为魏国衰落, 齐秦两国崛起, 所以, 战国初期魏国一家独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 却而代之的是战国中期合纵连横的时代, 过元前319年魏惠王去世, 然后他的儿子魏湘王即位了。 到了魏湘王即位之后, 合纵连横已经成了新的历史主线, 在这个游戏当中, 魏国因为地处关键, 往往成为各国拉拢的对象, 这其实也是魏国崛起的最后一个机会了。 但问题是, 就在这个时候, 魏国北方的赵国出现了一位赵武凌王。 赵武凌王后来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, 导致赵国的军事力量暴增, 说此一来, 魏国就开始面对四面都是强国的局面, 东有齐国, 西有秦国, 北有赵国, 南有楚国, 这四个方向, 每一个魏国都不能扩张, 所以就算魏国合纵连横搞得再好, 最多也就只能保证自己不被其他国家削弱而已。 到了这个时候, 魏国其实已经没希望了, 所以魏湘王在位23年, 这期间几乎没啥值得多说的, 因为这期间, 魏国成了各国拉拢的对象, 但是魏国又没法真的服刑, 这样的魏国在合纵连横的游戏当中, 更像是一个天头。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, 后来魏湘王死了之后, 他的墓在西晋的时候被盗了, 然后大家从他的墓里挖出了一套书, 这套书叫《竹书记年》, 这大概是魏湘王对历史最大的影响了。 魏湘王对应秦国的国君, 是秦桧文王到秦赵湘王这段时间, 等到魏湘王去世之后, 他的儿子魏赵王即位, 作为魏国历史上的第五位国君, 魏赵王接手的魏国就是一个烂餐子。 所以,魏湘王即位之后没过多久, 魏国就开始被疯狂暴打了。 就在魏昭王登基之后不久, 秦国开始大规模东出, 为了抵御秦国, 魏国和韩国领首。 但结果, 这场魏昭王碰上了秦国的白起, 当时魏国根本就没有人能和白起对打。 所以一场大战之后, 韩魏两国24万联军直接被白起正面击溃。 此战之后, 魏国国力被进一步重创, 同时又丢到了大量的土地, 魏昭王在位19年, 这期间基本上就是秦国打魏国, 然后魏国向其他方向进攻。 从其他方向找捕丢失的土地,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, 魏昭王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整个战国局势的事情。 简单来说, 当时魏国和楚国, 齐国两国一起, 针对宋国, 但是三方都希望在瓜分宋国的过程当中, 得到更大的好处。 后来, 齐克国家联合去对抗秦国的时候, 齐国突然出手, 吞并了宋国。 这件事导致各国开始一起仇视齐国。 尤其是魏国一旦齐国占领了整个宋国之后, 齐国就很容易进攻魏国复利。 所以, 在这种局面下, 魏国后来转头和韩赵、 秦、燕、 四国组成一个五国联盟, 一起围欧齐国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国伐旗。 五国伐旗之后, 齐国差点被打到王国, 自此退出了律师舞台, 反倒是秦国, 此后开始逐渐一家独大, 彻底成了魏国的心腹大患。 就这样, 魏昭王在十九年之后去世, 然后他的儿子, 魏安黎王即位。 到了魏安黎王即位的时候, 秦国已经有了一家独大的趋势, 此时的秦国又在南方击败了楚国, 甚至占领楚国的首都, 逼得去远, 投降自己。 楚国被打趴下之后, 列国之中唯一能和秦国抗衡的, 就只剩下赵国了。 说此, 又过了几年之后, 秦国和赵国打了一场长平之战, 然后彻底重创了赵国。 长平之战结束以后, 列国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, 能够单凭自己抵抗秦国, 只能联合。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, 魏昭黎王的能力明显不足以应对这些变化。 当时整个魏国内部, 人才断党极为严重, 既没有名将, 也没有顶尖名臣, 唯一有点能力的, 就是魏昭黎王的亲弟弟, 信宁君魏无忌。 但也正是因为亲弟弟这层身份, 导致魏昭黎王根本不敢重用信宁君, 尤其是到了后来, 赵国被秦国进攻, 差点被灭, 信宁君为了救赵国, 又脱了魏昭黎王的兵符, 这才救了赵国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, 信宁君切服救赵。 信宁君脱了兵符之后, 虽然救了赵国, 但是对魏国却有大罪, 此后的很多年里, 都没有再敢回魏国。 直到后来, 秦国进攻魏国, 信宁君带着赵国的军队回援魏国, 这才返回了魏国。 但回到魏国之后, 信宁君虽然救了魏国, 但此后也是孕育不得志, 根本得不到重用, 最后孕育而终。 就在信宁君去世的同一年, 魏昭黎王也去世了, 然后他的儿子, 魏昭米王上位。 到了魏昭米王即位的时候, 秦国这边, 已经换上秦始皇即位了。 当时秦始皇虽然还年幼, 但是秦国整体上却依然十分强大。 所以, 接下来魏昭米王在位的15年里, 秦国继续暴打魏国, 尤其是秦始皇亲政之后, 秦国每次进攻魏国, 都能从魏国的地盘当中, 割下一大块彻底吞并。 从魏惠文王开始, 到魏昭米王这里, 魏国历经了五位国军, 这五位国军在位期间, 基本上每一位都要被秦国抢走一块地盘, 等到魏昭米王在位后期的时候, 这时候的魏国地盘其实已经很小了, 当年魏家从秦国分到的那些地盘, 更是已经近乎完全被秦国抢走了。 公元前230年, 随着秦国消灭了韩国, 秦始皇开始正式准备统一天下。 面对疯狂进攻的秦国, 魏昭米王也没有任何好办法, 虽然他想和其他国家联合, 但却又怕其他国家把魏国当炮灰, 所以最后只能选择向秦国成臣。 两年之后, 魏昭米王在忧虑中去世, 此后他的儿子魏甲即位, 这就是最后一代魏王。 魏甲即位两年之后, 秦国再次进攻魏国, 这一次秦国大将王奔, 引黄河之水水淹大凉, 最终迫使魏甲开城投降。 随着魏甲投降, 魏国仅剩一小块地盘, 也被迫投降, 就这样魏国也彻底被消灭了。 这就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全部历史。 纵观魏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, 实际上, 从魏国选择四处树敌那天开始, 魏国就已经注定调灭亡了, 因为魏国特殊的地理位置, 注定魏国会受到多个方向的进攻。 如果当时魏国坚持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, 坚持掀灭了秦国, 恐怕后来魏国的结局就会截然不同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